大家好,我是阿洛 来来来,那我们赶紧开始吧,GoGoGo 我们今天在起样式来玩一下这个圣徽 那么我们上一期刚拿到浅宏市道馆徽章嘛 现在我们身上的徽章数总共是六枚 我们这边继续向右边前进 Let's go 走到底 会发现上方这里有一个建筑物 有一个女生 还有她的小火马 我们跟她对话一下 她说快住手 啊,莫名其妙 一对话马上就要来一发了 我的十万福特 那么这个女生好像是叫做疯子 这个地方打父子 然后她刚刚出战的那只卡地狗 是这一带保护区的一个保镖 这里好像是进取狩猎的 她说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 这个地方就是Pokemon的保护区吗 在这里捕捉是违法的 你有听说过拉拉美族的大牧场吗 而这里就是大牧场保护区 而我是拉拉美族的父子 明天我们有一场赛跑比赛 我会带着我的小火马参加 赢了的话就会被公认为 拉拉美族的名誉训练家 然后突然有另外一个对手跑了出来 她说嗨父子 明天的比赛一定是我赢 是另外一位骑着嘟嘟弟的一位训练家 我们走着瞧吧 父子他就跑了 他跑之前还吓了一下我们的小火马 哎呀我的哥伯在小火马 被嘟嘟弟吓到的时候摔伤了 我不能跟小火马一起参加赛跑了 怎么办 而小火马在旁边发狂 受到了惊吓 我们这里尝试安抚他 赶快冷静下来啊小火马 大地的安抚之后呢 小火马终于是冷静下来了 然后再跟这个对话 他说哎呀小智小火马似乎很信任你呢 如果是你的话 应该可以代替我骑小火马参加赛跑 你可以平息小火马的不安 我想你应该没问题的 就让我们暂时搭档一下吧 我们这边进来 我们再一次跟这个女生对话 就可以马上开始比赛了 我们可以先保存一下 准备跟小火马一起参加赛跑 选试 然后就开始 那么这个赛跑比赛啊 这个精准度我们要拿捏的相当合一 所以说这边速度不能太快 我用他原本的速度去跑就可以了 好开始 ready go 冲冲冲冲冲冲 不要输啊小火马跟他拼了 不可以输给这个家伙 冲冲冲 后面那位对手的嘟嘟地在后面穷追不舍 这边这样子跳 跳 我在跳 可恶糟糕 对面要领先了 快快快 快 小火马不要输啊 不要输给他 很明显的我刚刚操作失误了 我这里又要再重新读取成档一次 再来一次 可恶 看来前面的那个水上岩石区啊 我不能够走左边哦 待会我走右边好了 冲冲冲冲冲冲 不能再输给这家伙了 跑一下 你这个臭嘟嘟地 我走右边 右边的话 他应该就没有办法比我快了 哈哈 他已经落后很多了 你输定了 冲冲冲冲冲冲 那么其实在动画里面 他们在最后这一个直线跑道啊 展开了一个拉锯站哦 然后 小智的小火马就在那个时候 进化成烈焰马了 好抵达终点 比赛结束 局势扭转 烈焰马反败为胜 我觉得小智骑着小火马 然后突然进化成烈焰马的那一幕 真的是帅到爆啊 我对那一集的印象也是相当深刻的 好了 我们结束这边的剧情之后 回来跟他对话一下 他说谢谢你小智 你证明了自己是一位 结束的训练家呢 作为感谢请你拿上这个 拿到了先公之爪 OK 这一集的剧情也就这样子了 哎 可是他外面的那个小火马的模组还在 好了 不管了 我们继续往前吧 走 紧接着是下一集的剧情哦 我们在这边会遇到一对夫妻 25年前 我们在这片荒野中 丢失了我们的孩子 有人说 看见他跟一些野生的带龙在一起 如果你发现他的话 请告诉我们再找他 旁边那个是他妈妈吧 那么他们的孩子 现在正在野生园野区里面 我们等一下到前方去看一下 走 哎 奇怪 我是保护官军杀 我要以盗猎的罪名逮捕你 What 你说你不知道这片区域是保护区 好吧 这一次就警告你 在这里是不准捕捉的 并且请替我们留心一下盗猎者 来吧 我们先到前方去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 就来到了浅红室 这么简单就走到了 好 有了 这里有写野生园野区 我看我们就直接进去了 这边一就是原版设定 我们直接进来之后 然后要走到最深处 就是原版拿密传基亭3的那个地方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要先绕到一个 我们这样子往上绕 应该是这一层的 我记得在这附近 有了有了 前面这里有很多带龙 稍微绕一下之后 走过来跟这个小男孩讲话 他说我的名字叫做达郎 我在保护带龙 什么 你说我的妈妈跟爸爸来找我了 才不是带龙才是我妈妈呢 你说我还有人类的妈妈 那我去看看 好的 哇靠 那个带龙居然还跟着他一起走 我们待会再出去 跟他们的父母确认一下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先再走到里面一点 因为深处那里 还有一个下一集的剧情 好像是什么 哈克龙的传说吧 这边路上的道具都剪一剪 OK了没问题了 走来这里就触发 我们遇到了火箭队 他们说哈哈哈哈 我们要抓住传说中的 迷你龙 用我们火箭队特制的 水中麻痹炸弹 将湖中的 伯格梦一口气全部抓到 我们赶快 解决掉他们 我们这边两下十万伏特 即可搞定 打倒他们之后 他们又说了 比赛还不到最后 是分不出胜负的 我们要用这个反败为胜 火箭队向湖中扔出了炸弹 然后这个时候 野生园野区的老爷爷 走得出来 他说如果那个炸弹爆炸的话 湖中的伯格梦们 就在下一秒 检藏在水里面的哈克龙 就将炸弹抛向了火箭队 啊好讨厌的感觉啊 他们又被炸飞了 然后凯撒说 你果然是那个时候的 你长大了 哎呀谢谢你救下了迷你龙啊 请你说下这个吧 拿到了龙之鼎 谢谢你让我再次 这边这里面可以拿到什么 可以拿到一个技能机 龙之爪 好那没事 我们先出去吧 那么我们出来之后呢 先去找刚刚那个 那个跟着带龙的小孩 有了 走了过来 跟他对话一下 我决定跟人类妈妈 还有带龙妈妈待在一起 作为答谢 要传授你一个技能 替身了 但是不用 那这边呢 这两个也没事了 好了 祝你们幸福了 我们这边就赶快赶路了 我们又解决了两集的剧情 那么这附近这个城市 我们就稍微探索一下 它通往右边的话呢 是完全没有路的 可以拿一个好吊杆 在旁边一点的话 没有东西 那么我们走到浅红室的这个位置 下方有一个道路 我们如果走过来的话呢 这个人会说 大桥还没有完工 只有单车的部分可以通行 如果有单车的话 就可以过去了 但问题是 我们小智先前 已经把小霞的单车给弄坏掉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身上也没有 然后买一台了100万 怎么可能买得起吗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先来到上方的PC 跟这个乔宜小姐对话一下 他说如果你有空的话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 桥的对面阳光阵 有生病虚弱的Pokemon 在那边非常的危险 我想要请你帮我送这些药过去 虽然如果可能的话 应该是我亲自送过去 但是现在人手不足 我不能离开 至于你说你没有单车吗 没有问题 我们的单车可以借给你哦 我们这里拿到了一台自行车 就这么简单 这自行车感觉我们之后 可以直接偷走 干脆不要还给他们也可以 不行啊 这个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嘛 我们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我们这边直接下来 就可以骑单车了 好快 但是一路上居然有 其他的训练家要跟你打 虽然一路上对手很多 但是我们这里就 用超快速秒过吧 加油啊 喵啊 种子不要输啊 哦我的妈呀 这边下来一趟真是不容易啊 那么这么一来就可以了吧 我们走到下方这件PC 让他们把药送过来 他说哎呀 你就是从浅宏市冒着暴风雨 赶过来的小智吧 谢谢你咯 那这样子这个孩子就没事了 我们把药剂交给了他 你冒着风雨送了过来 作为感谢 你就收下那辆自行车吧 哇还真的送给我们了 那这PC也蛮有钱的嘛 这边边就把100万送给人家 出手就是大方豪气啊 好啦没问题啦 那我们这边再到下面来探索一下 这里有很多的房子 每一个房子都进来瞄一下 但是都是空屋耶 这个门锁起来了 这个也锁起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方有一个大房子 刚刚上面写 这里是伊美帝的戏法屋 哦看到了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 Satoshi 嗨我的名字叫小智 我呢是演艺屋的伊美帝哦 我希望能彻底激发百变怪的力量 如果不战斗看看 你是不会知道的 然后对面就派出他的百变怪来对战 哼 其实我发现我们的小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还蛮帅的 我之前看训练加卡的时候就想说了 好啦算了 对面的第一只百变怪 诶什么 哦我再垫一次 然后十万伏特 诶嘿无法动态的吧 嘿嘿 刚好升到40等了 伊美帝说了 我已经充分的向你展示了复制的强大 我所希望的就是成为巨星 我想要和我的百变怪一起演出模仿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这个伊美帝演艺屋 一旦我让这个演艺屋开张经营的起来 百变怪就会和我成为世界文明的模仿大师了 啊 就就就就就这个样子啊 他说如果我喜欢的话就在这边随便看看 那我就随便看看哦 这里本来应该是那个第七道馆那边的那个设置吧 稍微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剪之类的 TN27 TN48 还有 还有这附近呢 这附近没有东西了 OK 这个就是那个红连岛废弃屋那边的图 地下室改过来的嘛 这边还有一个 回复药水 OK 所有的道具都剪完之后我们就离开 哎呀莫名其妙 我们的皮卡丘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突然看起来很疲劳 底下的文字说 你就好带他去附近的PC去看一下 皮卡丘是怎么一回事 赶紧回到刚刚的PC去了 他说我们的传送系统已经瘫痪一整天了 我希望我能够做些什么 但是你应该不在意这个吧 什么什么意思 What the fuck 那旁边这个呢 我自己设置的这个转换系统 应该是毫无错误的 等等什么 这不可能 啊你要帮我啊 有一些小偷 前些日子偷了我的 偷了你的什么东西啊 传送的Pokemon 唯一阻止他们的方法就是跟随他们进入 你可以使用我的3D龙进入数码世界 准备好了吗 那么就怎样出发 我被传送到什么地方了 这个地方好可怕 莫名其妙 这晃得我眼睛都快瞎掉了 我知道了 这就是传说中那个害日本小孩子 呕吐晕倒的那个3D龙剧情 这其实我自己都没看过 这里要怎么传送 很明显的 我现在根本不晓得我要怎么走 第一步的话应该是走上方 然后走左边是不是 左边也不对 那就是上下 上下对 上下左 然后右 该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还真的是上下左右 好了没问题了 再走过来 我们遇到了火箭队 他说你这家伙又来捣乱了 他说你可阻止不了我们 有种你就试试看 上吧3D龙 莫名其妙 对面就还真的派出来了这只3D龙 40等 眼磁破 这10万伏特电个两发 我们打倒他们之后 他说不要跑 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了 反病毒程序已经输入到电脑中 有外面的人在帮忙是吗 我们又要 好讨厌的感觉啊 莫名其妙 快一点 在病毒破坏数码世界之前 我要把你们传送回现实世界 坚持住啊 321GO 然后我又传送回来了 哎呀我刚刚到底经历了什么冒险 老实说 其实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一集 我们跟这个博士对话一下 好了你做到了 你成功阻止了病毒 救了3D龙 我们又可以传送Pokemon了 为了感谢你救了这些 请你收下这个 拿到了升级卡片 稍微治疗一下就OK咯 不过说也奇怪 这个3D龙的剧情啊 我在网路上其实 还真的没有看到那一集 然后听说当年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啊 因为动画里面的那个红蓝闪光爆炸特效 还引发了日本孩童的光明感性点险症啊 也就是视觉神经受到强烈刺激 所造成的头晕还有昏厥哦 一整个超傻眼的 哎这里有个迷春节 好了算了 这部分的剧情我们之后再看看咯 我们今天这集剧先到这边 好的OK感谢各位C5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